好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贏家觀點 要帶您贏在人生的至勝點 大家好 我是陳彥瑩 在今天我們贏家觀點的大學兵 請來的是王峰老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 彥瑩好 王峰老師呢 上個星期 來幫我們上完課之後 獲得了廣大迴響 這個星期特別要請老師 再來幫我們提點一下 因為呢 我們講到了禮拜三 每個禮拜三我們這個時段 我們特別的是希望呢 讓兩岸之間能夠來看看到底 對岸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台灣這邊有什麼樣的議題 持續在醞釀當中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會來蒐集 兩邊的熱搜話題 那像我們這個星期呢 也就蒐集了三題 在大陸熱搜榜上面 您在過去一個星期以來 可以看到的一些熱搜話題 包含了 您知道嗎 在這個星期其實 星期六就是91120週年 那其實呢 在這個星期 陸陸續續的就非常多相關的訊息 以及呢 有很多的討論 等等要請王峰老師 一來幫我們評比一下 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昨天在跟老師 在對提的時候 老師有特別提到 他的觀看是他認為 這20年來 可能是美國失落的20年 怎麼解 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中美關係在這20年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翻轉 今天要請王峰老師來幫我們解析 好 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有關於疫情了 好 原因是因為呢 在現在Delta變異株 我們都知道 它其實傳播力很快 那在臺灣不斷的 有專家告訴我們 打一劑等於沒打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它跟其他的變異株來說 威力又更強 那目前知道的是 確實在全球又造成了 可能有了第三波 有的是第二波的疫情 高峰又回來了 因為呢我們最近在看到美國這一邊 他們剛剛開學 但是很多學校已經馬上又停課了 又開始要在家上課了 原因就是因為 小朋友還沒有打疫苗 那他們呢就比較沒有保護力 甚至呢他們的這個家長呢 可能就因為孩子在學校 把這些病毒帶回家之後 變成了群聚家庭群聚感染 同樣的問題其實也發生在臺灣 臺灣這幾天呢說是雙北啦 新北市跟臺北市已經有將近 五千名的孩子學童 他們是必須要停課 可能是預防性停課 就是呢在學校裡頭 出現了相關的足跡 那你必須或者是有相關的接觸者 你就必須要先預防性的停課 不要讓這整個疫情再擴大 因為現在其實還不知道 他大概收斂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全球都應該好好來討論 今天我們要來接近一下 講到Delta變異株 其實南京有過抗疫的經驗嗎 我們今天可以好好的 請老師來幫我們講一講 到底南京怎麼做的 那臺灣這邊有沒有 是一些適用的方式 我們可以來參考來借鏡 來讓我們看一看我們的防疫 有哪一部分能夠再補強再補齊 好最後呢則是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欸明年要選舉了 在今年又開始有很多 相關的議題討論 好比如說昨天就有人拋出說 新竹縣新竹市應該要合 那左眼的就是呢 然後變第七個直轄縣市 啊可是問題是 你在變第七個直轄縣市之際 你到底有沒有好好的想清楚 就是你們這個核是為了人民而合 還是因為你的選舉利益而合 因為呢在明年的這場選舉 很多人都在問說有沒有可能 讓藍綠版圖又再一次的 再洗一次 所謂再洗一次就是比例再洗 因為現在又加了一個白色力量嘛 我們的民眾黨 藍白和有沒有可能 昨天呢柯文哲也有講話 那國民黨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在選的黨主席 因為這個黨主席選出來 影響到未來 甚至明年他們的選戰佈局 今天老師幫我們來盤點一下 國民黨四位參選人 包括了張啟臣 包括了朱立倫 張亞洲 還有卓博元 啊到底他們這四個人 對於國民黨未來的走向來說 您的判斷意義會是什麼 那未來的走勢有可能是什麼 今天呢都要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一一來點評 來首先呢要跟大家來講到 我們的第一題了 九一一 老師九一一的時候你在幹嘛 你記得嗎 二十年前 九一一我在某一個媒體工作 那個時候是擔任總編輯的工作 那有人跟我講說 哎總編輯你看看那個電視啊 是難道是好萊塢的畫面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看好奇怪 我一看哎呦 雙子星大樓怎麼冒煙了 然後一看是有一架飛機撞過去 當然九一一這件事情啊 我個人覺得 當然昨天在跟燕營聊 這個九一一的時候 我是說美國失落的二十年 可是這個失落的二十年的一個 更重要的重中之重啊 是美國衰敗的開始 是美國衰敗的開始 我們中國古書上面說 就是周文王一怒而天下正 就是周文王一生氣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天下安定 但是呢 小布什總統他犯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錯誤啊 當然我待會再掉我的書袋 剛剛燕營講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他燕營剛剛提到一個關鍵詞啊 就是人民的利益 小布什在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到 美國人民的利益 你不能因為自己的暴怒 你不能因為自己的氣憤 然後就忘掉了美國人民的利益 你沒思考 沒有思考世界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在1980年代晚期 我第一次到大陸 第一次回到祖國 我經過北京新華門 我看到為人民服務 給我的震動非常的大 看到這幾個字 新華門上面 後面寫的那幾個字 為人民服務 我覺得一個為政者 就是要為人民服務 我比較跳題 因為我比較跳痛啊 因為燕營剛剛講到 今天要談了哪些題目 其中包括疫情 那我今天早晨 我在冠喜的時候 我就想起顧炎武先生 他論廉恥 士大夫之無恥 士衛國恥 你想想看台灣 每天下午兩點鐘 那些開記者會的那些官員 他們是不是無恥 他們是不是無恥 台灣歷經了 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那麼多的大事 他們還有臉坐在那邊 坐了一年多 每一個人的臉都沒變 無恥 台灣的很多的官員 就是兩個字可以形容無恥 好我再回到911 櫻木讓我覺得非常感動的 我非常感動的事情 我其實這一生經歷了很多感動的 我自己掉眼淚的 以後我有機會 我都可以一一來跟各位報告分享 當然我剛講到新華門為人民服務 那我講到911 美國的衰敗的開始 其實美國在1997年6月30號 看到香港即將回歸 是 小弟我 在1997年6月30號 我就在香港港府的前面 我在等 等那天下午 英國的米志祺 將旗 因為我要親眼見證 香港回歸祖國 我看到 我遠遠 我還跟人家戒了小望遠鏡 我看誰 我看彭定康 我看彭定康的表情 當英國的國歌開始演奏 英國的米志祺 緩緩下降 我看到彭定康流淚了 彭定康哭了 但是中國人民笑了 為什麼 因為帝國主義 給我們中國帶來的百年的恥辱 我們洗血了 帝國主義要滾蛋了 要捲鋪蓋滾蛋了 我當然很高興啊 我很感動 我很震動 我看到彭定康哭 我內心在笑 我那天晚上非常開心的 在維多利亞港 跟朋友吃飯 快樂的談 未來的香港 還有未來的祖國 我覺得中國是有希望的 可是我告訴各位 我跟各位報告 香港 它是亞洲地區 當時最大的商貿中心 金融中心 情報中心 尤其是情報中心 英國的MI5 它的情報五處 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 還有美國的各種的情報單位 日本的情報單位 世界各國的情報單位 德國的聯邦 德國的這個統一之後 它的聯邦情報局 它在香港是非常活躍的 香港在過去是亞洲最大的情報戰 情報集戰地 美國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慌了 他們彙整的情報給白宮 給國務院 就是告訴他們 其實中國已經要崛起了 要警醒啊 可是美國的白宮國務院 那個時候啊 我也不知道在忙什麼 其實應該回顧到更早 更早的一個時間點 就是在1982年 其實中國已經開始穩步的 毛澤東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其實中國人民站起來的第二步 是改革開放 1982年 鄧小平先生 在北京接見了 英國來訪的首相 沙切爾女士 沙切爾女士非常的霸氣 因為她那一年的三四月 就是1982年的三四月啊 打了一場世界知名的福克蘭群島戰爭 在這一場戰爭當中 不管是英國的海軍 英國的空軍 都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都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英國 躊躇滿志 志得一滿 驕傲得不得了 可是 沙切爾夫人 她內心 她是虛的 為什麼說 你打了仗 應該是躊躇滿志 內心 信心滿滿 為什麼她內心是空虛的 因為她知道這一場仗 這一場勝戰 勝利的戰爭 打的 是不是真正的 非常的實在的 因為 因為在英國跟阿根廷打仗的時候 美國中央情報局 還有 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 是西德的聯邦情報局 提供了很多的 阿根廷的海軍跟空軍的信息 尤其是 美國CIA跟德國聯邦情報局 把所有阿根廷的海軍分佈 他的艦艇分佈在什麼地方 什麼各種型號 告訴英國當時的軍方 福克蘭戰爭是這樣打贏的 是因為德國的聯邦情報局 破解了阿根廷的密電 他全部全盤的這個海軍的佈局 全部掌握在內 這個贏根本就是贏的不光彩啊 你是靠著後面兩個大哥 後面在幫你啊 那所以儘管如此啊 這一個薩切爾夫人啊 他還是要裝的一副 好像是戰勝國的樣子 可是中國我相信 當時的情報單位應該很清楚 英國的福克蘭戰爭 是贏的多麼的不光彩 是後面有人在打 給你小抄啊 給你提點你才會贏的 那所以見面的時候 薩切爾夫人盛氣 可以說是有點盛氣凌人啊 他說啊這個香港的主權問題啊 是我這一次要來跟鄧小平先生 會談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希望我們是不是能夠 尊重滿清時代定的三個條約 能夠繼續維持主權 鄧小平先生跟他講的非常的直白 而且毫不客氣的告訴他說 關於中國的任何一塊地方 包括香港 主權的問題是沒有談判的餘地的 主權是不能談判的 關於滿清時代所簽訂的 跟任何國家的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政府從來不承認 所以你跟我講滿清的條約 而且薩切爾女士你錯了 你不應該跟我講這個 我們不承認 那薩切爾夫人接著跟他說 那可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香港名義上主權歸中國 但是管理還是我們英國管理 因為我們基一百多年的這個經驗 我們把香港管理得非常好 如果香港繼續給我們管理的話 可以維持他這個商貿中心 金融中心的繁榮 讓這個地方可以說是更發達 東方明珠 東方明珠更發達 那鄧小平說 如果真的是要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中國窮是窮了一點 可是我們不怕死 我們的人民不怕死 我們的軍隊也不怕死 薩切爾夫人啊看到臉都綠了 聽到這些話臉都綠了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歷史的照片 這個呢是1982年9月 薩切爾去會見啊 在北京會見啊 就是鄧小平接見她的時候 的一個歷史畫面 好 我剛剛講的那些事情都談完了 一切行李如宜 一切的會談內容全部結束了 好 薩切爾夫人走出北京人民大會堂 在下樓梯台階的時候摔了一跤 當時國際的媒體把這一個 當成第二天全球的大新聞 可是呢並沒有啊 因為當時會議的內容還是保密的 並沒有把薩切爾跟鄧小平之間 會談的內容做了披露 並沒有啊 只是在恥笑說 這個薩切爾夫人怎麼會跌了一跤啊 國家的一個元首 在一個重要的場合跌跤 是非常不是說不禮貌啊 至少是一個不吉祥的一個象徵 所以大家看著這個照片 我上面我上面也寫了 也寫了當時的鄧小平講了一句話 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鄧小平告訴薩切爾 我告訴你香港包括九龍新界 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 那我今天秀這個照片的同時 我也會跟大家報告 包括台灣的民眾 包括大陸全中國的民眾 大家應該都要有個共識跟認知 大陸不管是任何的領導人 這是我的一個政治判斷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這個書跟材料 我的一個政治判斷 包括台灣問題 主權問題他是不會談判的 因為我們非常清楚 現在大陸就是兩大目標 第一大目標 祖國的完全統一啊 中國的完全統一啊 第二個目標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啊 好 我這個事情先談到這邊 按下不表 接著再談 其實在1982年 美國就看在眼裡 覺得中國是美國一個 非常重大威脅 不管是地緣政治的威脅 還是全球戰略的一個威脅 我上次直播也談到 在1962年 其實當時的基辛格博士 就給美國當局提出一個真言 他認為 基辛格博士認為 美國一向把蘇聯當成頭號敵人 可是美國要關注 其實在崛起中的中國 才是美國必須注意的競爭對手 那1982年其實很多的美國人 已經有點心驚肉跳了 因為鄧小平非常強運的說 你如果不歸還香港 我就要跟你打仗 我就跟你打仗 我不管你什麼福克蘭戰爭 不福克蘭戰爭 我照樣海扁你 我要痛載你英國啊 雪恥復國啊 就是要這個遭雪 鴉片戰爭的恥辱 我們正想找到一個機會了 那當然撒切爾夫人知道 中國的銳器是銳不可當啊 所以就只好退讓 所以才會有 我剛剛說的1997年6月30號 我看到的那一幕 就是在港府彭定康降下 就是英國降下了米志祺 彭定康在那邊哭泣 在那邊流淚的畫面 好 那其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中國的崛起 美國非常的擔憂 可是呢 非常機緣巧合的是 世界發生了第二個階段的十字軍東征 那可是這一次的十字軍東征 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發生了 在十一世紀的時候 就是公元十一世紀的時候 距離我們現在大概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在中東地區還有 在這個土耳其那一帶 發生了十幾次的十字軍東征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個大家在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 也讀過一個人的著作啊 那個人就是航廷頓 航廷頓就是美國 一個非常有名的政治學者 他就指出 世界有九大文明 這個九大文明 彼此之間 他的衝突 彼此之間的衝突 就是西方要注意的就是 跟這些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公元十一世紀的時候 就是距離現在一千年左右的時間 第一個階段的十字軍東征 因為在小亞西亞那一帶 經常發生穆斯林國家 跟歐洲的國家之間的摩擦 那歐洲的基督教文明 就覺得這些穆斯林是野蠻人 所以我們要去教化他們 用基督教的聖經去教化他們 所以他們組織了十幾次的十字軍東征 這個是在一千年前的發生的事情 可是呢所謂文明的衝突 基督教跟穆斯林之間的衝突 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一場 這一場世紀大戲 一直延續到現在 都還在進行當中 生死路死誰守 生死未卜 那現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當本世紀初 就是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初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小布什總統 他已經感覺到 中國大陸的崛起 讓美國或者整個西方世界 盲刺在背 可是呢就是我剛剛說的 剛剛燕營問我 911那天我在幹什麼 其實我們也是萌然無知啊 我們也不曉得說 911有這麼樣的一個 大的歷史的恩怨 或者整個歷史的這種版圖的碰撞 文明的衝突 有這麼樣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格局 在劇烈的變動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 後來我們慢慢看材料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這就是美國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在90年代的時候 除了我剛剛說的 什麼福克蘭戰爭這些事情之外 其實美國一直很關注中東地區 美國在二戰之後 就接收了英國跟法國 其他的老牌殖民主義國家 在中東的地盤 他就把那個地方 據為己有 在1990年代的時候 我認為 老布什跟小布什這對父子啊 是美國衰敗的兩大罪魁元凶 可是呢我們拍拍手 我們就希望美國有這樣的人 當然我們不是希望有世界有殺戮 我們不希望世界有戰爭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 但是美國就正如聖經所說的 人 上帝要一個人死亡的話 要一個人滅亡的話 就必須讓他瘋狂 美國從老布什時代就開始瘋狂 那他不應該去參加這個海灣戰爭 不應該去參加海灣戰爭 那我們知道這一個 這個克勞塞維茲他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戰爭是政治的工具 戰爭是政治的延長 什麼是政治 我們中國的老子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金句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金句 他說自大國如烹小仙 自大國如烹小仙 各位有禁廚房 不管是男士女士 你進廚房你處理海鮮的時候 你處理海產的時候 你比如說你要煎一條魚 你要煎一條魚 你要怎麼樣那個魚皮不要沾到鍋 然後破掉了 皮開肉沾不行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去煎那條魚 那治理一個大國 就跟烹小仙一樣 那可是呢老布什跟小布什 我認為就是一對大老粗 他在處理事情 他在看問題的時候啊 他就太容易把一件事情用恩怨 或者是用這個感情 治理國家不能用感情 必須99%的理智 一分的感情 對誰用感情 對弱勢的人 對可憐的人 對人民要可憐 99%在處理政務的時候 絕對要非常的殘酷理智 用兵絕對是不能亂用的 你老子也說 兵者不祥之氣 打仗是不吉祥的 要死人的 要家破人亡的 要造成人家的心裡的創傷 肉體的消滅痛苦 還有家破人亡 還有心裡的 心裡的嚴重的衝擊的 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的 所以兵者不祥之氣 那孫子兵法他也說 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那老布什跟小布什 他就犯了一個錯誤 說老實話我今天做了一個視頻 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自己做了一個視頻 我說啊美國的歷任總統 從開國的華盛頓 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過去偉大的總統 什麼林肯啊 什麼甘乃迪啊 什麼老羅斯福 小羅斯福 所有的總統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偉大的 不管你是平庸的 不管你是糊塗的 你是混蛋的 每一個總統他都要摸聖經 按著聖經宣誓 對上帝宣誓 那我今天在別的地方 做的視頻的題目 我念給大家聽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的總統是按著聖經的微笑的撒旦 他是微笑的魔鬼 911我怎麼蓋瓜啊 你毀我一棟樓 我殺你整個國 你懂我意思嗎 911是穆斯林某些人 很少數的人 他們做的一個莽撞 衝動的舉動 去做了這麼一件事 那這個是有所本也 是因為我剛剛說的 一千多年前 穆斯林跟基督教文明的衝突 薪酬救恨 可是這個薪酬救恨 這個911事件 是少數人他去做的事情 可是呢 小布什竟然衝關一路 竟然去派兵殺進 殺進這個阿富汗 第一波殺了三萬人 他不是殺軍人 他是殺老百姓 就老百姓家軍人殺了三萬人 血祭911 用鮮血去祭拜911 911死了多少人 大概三四千吧 那換句話說 你殺三萬去血祭三千 這一個在聖經上 我認為也是不允許的 可是他這樣做 那他這樣做 就犯了一個什麼大忌 因為我剛剛說了 如果在1982年 美國說好小子 中國要崛起了 我要來遏制你了 中國起不來了 然後呢我剛剛說了 我剛剛說了 就是這個 英國香港的總督龐定康 他流淚了 他哭哭了 那如果美國這個時候說好小子 中國你真的崛起 我要來遏制你了 如果那個時候來遏制的話 中國現在也可能 也沒有那麼快起來 可是呢 82年他的機會 從紫頭縫裡面流失了 97年他的機會 又從紫頭縫裡面流失了 然後 這個本世紀開始 他又去打 打中東打阿富汗 他更沒有機會了 所以剛剛彥瑩說 失落的20年 就是美國你的霸權 你就是拱手 你就是注定 宿命注定 你要拱手讓給中國 中國就是利用改革開放 從1978年 1977年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 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 從那個時候 大家凝聚共識 齊心努力 要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 要讓中國和平崛起 所以從1978年 一直到現在 四十幾年的時間 風調雨順 當然從2016年開始 他開始慢慢不順 因為美國真的要來遏制他 可是呢 為中國迎娶了將近四十年的 和平崛起的時間 我本來要去查一下 中國到底有哪些世界第一啊 中國的世界第一 非常的非常的多啊 現在數都數不完啊 我現在台灣的這些媒體 我不太看 台灣的媒體 這個我不是說 瞧不起台灣的媒體 因為台灣媒體的問題 太Focus 太聚焦島內 但是沒有放眼世界 本報例外啊 中國時報是例外的 其他的媒體 我可以告訴各位 鳳毛麟角 就是不聚焦島內的 實在是鳳毛麟角 聚焦島內 不顧外面 這叫什麼 井蛙 這就是井蛙 只看到 哇 我們井口那片天 好美喔 小確信喔 這就是台灣 好 那我們說 中國有幾個世界第一 這一期 這不是這一期 這是七 六月三十號到七月十三號的 天下雜誌 天下雜誌偶有佳作 我特別喜歡 我特別佩服 敬佩朱雲翰 中研院院士 他的文章 他就寫到 全球科研排名 美中爭鋒 中國不斷的在領先 不斷在領先 比如說中國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 他的頂尖期刊的產出量 幾乎是排名第二 哈佛大學的兩倍 這說明什麼 一個國家的科研的成果 如果節食累累 非常豐碩的話 就表示這個國家 向前看 向前走 同時這個國家充滿的朝氣 我們知道 拿破崙 拿破崙時代的法國 他不是軍事強啊 他的科研水平 也是指 也是使得法國成為 當時的 克力基群 在歐洲國家當中 所以一個國家的強盛 不是軍事 美國非常的強大 可是呢 他是不是非常的充實 我說一個人充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國的科學 現在是領先 而且這個勢頭 會越來越明顯 另外其他的第一 大家耳熟能詳 我不必一一贅述 那我要這樣講就是說什麼 美國的911 我認為剛好是標誌著 中國和平崛起的必然性 因為911如果小布什 克制自己不打 然後呢 追逞兇犯 比如說查到了 本拉登 台灣翻譯成賓拉登 你查到的是本拉登 那就棄補歸案 然後呢 國際法庭或者說是怎麼樣 你要出以急刑都可以 但是呢 衝冠一怒 你去打進人家的阿富汗 我請教一下阿富汗全國 到目前為止是3800萬人口 3800萬的阿富汗人民 那些可憐的穆斯林的人民 他們跟911有什麼關係啊 他們根本連911是什麼 雙子星大樓 連照片都沒看過 可是美國這個帝國主義的行為 竟然要派兵殺進去 居然很可憐耶 那些人民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是非常可憐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們這樣看 就是說911是美國 還有西方衰微的開始 包括最近的英國國防部長 或者有人翻譯成國防大臣 還有前英國首相布萊爾 他們都憂心忠忠的說 英國覺得美國已經不是一個超級大國 而且布萊爾講得更直白說 美國已經沒有興趣派兵到全球各地去了 這一句話剛好給予台獨人士當頭棒喝 當你們正在慶幸你們改善所謂的台美關係的時候 你們正在慶幸大幅的購買美國的軍火的時候 殊不知美國已經改變了他的全球戰略 還有他的派兵原則 所以這個事情啊是非常值得台灣還有大陸 還有全世界的人做一個警惕 就是911 禮拜六就是911了 距離今天還有三天的時間 可是這個日子是什麼 是我們中華民族崛起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個重大的里程碑 因為美國他把他的世界霸權的皇冠奉送給中國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 可以說是更快的和平崛起 但是呢哀驚勿喜 我們要為911死難的人 我們要為阿富汗將近一千萬以上的難民 哀哀無告的在戰爭中死去的 穆斯林地區的所有的人民 我們要替他們感到哀悼 但是我們也要為未來的和平崛起 感到我們的前程是光明的 好 其實回應一下老師 我們說的這個20年來 確實這20年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呢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如果當時呢他們是為了要追打 這個幕後的主謀賓拉登的話 那其實是不是對著賓拉登來就好 而是進到了阿富汗他們的國家 而造成了阿富汗人民的這一千年的動盪 但是其實對於當時在911的這一些 三千名罹難者的家屬來說 他們其實在20週年這個日子靠近的時刻 對他們的心理層面來說更是一個煎熬 原因是因為20年了他們現在還不知道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好 所以在這一個星期呢 在網絡上有熱搜自是 拜登下令公開911的調查文件 因為呢在這一個星期之前 好 其實現在已經有超過1600名的 罹難者的家屬發了一個聯名信 要求他必須要把這些相關的保密文件 趕緊公布 也因此呢在幾天之前 拜登就把這樣子的一個命令給簽署了 說好 那之後呢他們會公布 到底這20年來他們調查了什麼內容什麼事情 那也有很多人擔心說啊這麼一件事情 公布調查內容之後會不會造成 美國跟沙羅里阿阿博之間 兩國的關係會不會因此而展身質變 這個後續的效應必須持續的來了解 那為什麼你會問20年過去了 這些家屬還在追真相 除了想要了解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之外 可能讓他們更無法接受的事 其實呢在911發生當時有5名的嫌犯 他們是已經被美國給抓到了 而且呢關到了關塔納摩監獄裡面 但是你想想看都過了這麼久了 他們竟然還在受理還在出庭受理審理 好 是在最近7號也就是9月7號的時候 他們呢說因為先前疫情沒辦法審嘛 所以超過了18個月第一次的再出庭 那在這一次出庭當中呢就是要來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的團隊辯護人呢則是不斷的說 其實在過程當中他們有多次的被 鍾情局給刑求啊或者是拷問等等等 相關的這一些證據 以及這一些問訊的筆錄呢 對他們來講是不利的 但是也是不公平的 不過對於家屬來說 他們想知道的是 到底為什麼都已經過了20年了 現在的這樣子的一個法庭還在審 還沒有給他們一個公平正義 甚至在司法上面尋求一個正義 好 在這個星期呢 除了是911這一件事情之外 我們也必須要再來講一講 這個星期的疫情發展了 原因是因為在今天台灣的Delta 入侵已經造成了有三名的 台灣長榮航空的機師 他們確定是感染的Delta變異株 那在雙北的部分 新北是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新北的幼稚園 他們這一些老師跟幼童 今天肌育定續會出來 但是很有可能也是Delta變異株 那這個星期大家就要問了 全球日增確診超過40萬例 這個hashtag說 美國有可能在9月會迎來最嚴重的一輪疫情 好 特別的是現在根據統計啦 說前幾名新增病毒數最多的五個國家 美國 印度 英國 伊朗 還有菲律賓 好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在美國現在呢 我們看到這些報導 說像他們的加護病房呢 又已經開始呈現滿載的狀態 很有可能之後 在這幾個星期的 大家半年多來開始打疫苗 開始為這個疫情來做努力 希望能夠管控 可能一切呢又會輕功激氣 好像又整個被Delta給砍掉重練一般 讓他們想問的是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真正緩解 老師呢 昨天特別提到了 說在南京機場這邊 其實當時也是面對Delta變異株的入侵 可是問題是呢 他們在很快的一個時間內 有辦法來做到一定程度的有效管控 那這個部分的經驗 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也來看看說台灣要如何接近 對 我在今年8月7號 我看到台灣中央社有一個外電 他就說啊 這個因為意思就是說 南京路口機場的這個防疫不力啊 那所以呢 南京的這個衛健委的主任免職 那我想這個 因為中央社他的立場的關係啊 我認為他的一個心態 一定認為說 因為8月7號嘛 那個時候疫情還沒有完全 這個控制住 他可能認為說 反正就是你大陸不行嘛 你這個疫情也不行 他的這個心態就是這樣子 可是沒有想到一個月 他就雲淡風輕 他就整個把它控制下來 就是Delta疫情 包括連CNN 我上次也跟大家報過 連CNN啊 CNN他都認為 中國可能是目前為止 第一個 克服了Delta病毒的 疫情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我現在剛剛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罵那些在下午2點鐘的那些官員 開記者會的官員無恥 我昨天刻意跟燕營聊完天之後 我刻意的查了一下 亞洲各個國家地區 他的一個疫苗接種的一個狀況 我告訴各位 台灣現在只遙遙領先 我說遙遙加引號 引號遙遙領先 只有領先一個地方 越南 台灣我昨天查的資料 因為他最新的數據 是2021年9月5號 接種一劑的 台灣接種一劑的是44.1% 完全接種完整接種 就是接種了兩劑的是4.2% 好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韓國 他是完整接種 百分之三十四點三 是台灣的十幾倍 人家接種兩劑的是 百分之三十四點三 我們是台灣是百分之四點二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差距啊 新加坡完整接種的比例 是百分之七十九耶 百分之七十九的人都打了兩劑啊 還在四點多還在那邊爬 爬著上不去 日本是百分之四十七點二 完整接種打完兩劑了 大陸昨天我接到的一個 最新的大陸的衛健委的發言人的訊息 就是9.69億的人已經完整接種兩劑 9.69億是多少的概念 他的大陸人口規模是14億 已經9.69億的人接種了兩劑 就是百分之七十的人接種了 一個14億人口規模的國家 他接種了百分之七十 等於是跟新加坡一樣啦 新加坡百分之七十九 可是他的總人口多少 他總人口幾百萬人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這樣看 我們這樣看來 連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他完整的接種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九點八耶 百分之四十九點八耶 四十八點四十九點八耶 菲律賓台灣人很瞧不起 很瞧不起菲律賓啊 覺得菲律賓非常落後啊 我告訴各位錯 菲律賓比台灣還進步太多太多 他的完整接種是百分之十四耶 是將近台灣的四倍耶 三倍多耶 所以這樣看起來 所以我說 顧炎武說 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你們那些人 還有臉下午兩點鐘開記者會 我是你們的話 我早就滾蛋了 我剛剛說中央社 他八月七號 他的電訊說 大陸南京的衛健委主任下台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八月五號 有人在微博上批評說 南京路口機場這件事情 難道沒有人要負責嗎 這篇文章寫了兩天 立刻查辦 其實大陸已經在查辦 只不過這篇文章機緣巧合 所以他們是一個 真正為人民服務 台灣在幹什麼 所以我昨天在筆記裡面寫下 陳時中為何不吹疫苗 台灣第一劑打莫德納 幾百萬人三四百萬人 據我了解 當然我沒有什麼具體的數字 因為我不是疾管署 我也不是衛福部 可是呢 打莫德納第一劑的人 三四百萬在熬熬待鼓 在苦苦的等第二劑 為什麼不吹疫苗 我昨天看到有一篇文章 是台灣的金周刊 在六月份的一篇金周刊文章 他說以色列的前總理 內坦雅胡 他在位的時候 他為了爭取疫苗 曾經打了三十通電話 給BNT的執行長 奪命連環摳 吹了三十通的電話 韓國為了摧莫德納 組了一個外交部 外交部長的代表團 到美國去找莫德納 去跟他們拍桌子 去敲門拍桌子 我請問陳時中先生 你在幹什麼 你早該滾蛋了 你知道台灣為了紓困 為什麼要紓困 疫苗不夠啊 紓困花多少錢 8400億 預算8400億 我請問陳時中 你的家當有多少 你要不要賠 你賠得起嗎 台灣那些打疫苗過世的人 台灣因為疫情過世的人 他們的家庭破碎了 請問陳時中 你下午有臉 還在那邊 誇誇其談 你的長官蘇貞昌 還在那邊厚顏無恥 你們這些人 這令人覺得想罵三字經 到貨率 現在台灣的疫苗到貨率 20.99% 最近又來了一批 可能超過這個數字 大概就是二十幾%吧 一半以上的疫苗 是靠祈禱 靠交情 靠美國爸爸 靠日本清哥哥 甚至於靠立陶宛 你們有沒有臉 所以 你死打疫苗之後 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人家太胖了 人家糖尿病 人家血壓高 人家心臟病 你要不要賠啊 那人家如果不打呢 他糖尿病 搞不好可以活二十年啊 他血壓高 可不可以活三十年啊 那一打掛了 然後你又說啊 這是什麼什麼原因 跟你無關 一推四五六 你們這些人像話嗎 所以 我告訴各位 如果這些零零種種的問題 從去年2020年1月 一直到現在 一年八九個月的時間 如果每一個錯誤 通通要把它累算起來的話 陳時中滾蛋 不曉得滾到哪裡去了 滾地球滾了十幾圈啊 所以 台灣哪一個官員 敢拍胸脯說 我是為人民服務 我問性無愧 你站出來 什麼是責任政治 諾福特事件 不用負責嗎 阿公店不用負責嗎 三家十一不用負責 淚封城 害著一些小販 人家每天是一碗麵 一碗肉根 一碗湯 一次賺個幾塊錢 你們這些不要臉的官員 錢多事少離家近 厚顏無恥 一個月賺幾十萬 然後每天開個記者會 在那邊說風涼話 你們這些人有沒有臉啊 那些開餐館的 攤販的 揭封沐浴 然後 一絲一毫的錢都要省下來 你看他們滿臉的皺紋 你們在夏天的時候滿身大汗 你害他們倒閉 你們這些官員 你們不慚愧嗎 你們不心虛嗎 你們半夜有人敲門 你不會害怕嗎 所以如果我們用了一些 有廉恥心的衛福部長 官員院長甚至於連總統 我們需要花8400億嗎 我們需要紓困嗎 我們需要有那麼多人 打疫苗之後不幸往生嗎 我們需要有很多人 因為疫情而離開了人世嗎 我們需要很多的家庭 沒有自己的爸爸 沒有媽媽 沒有自己的兄弟姊妹嗎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想起來 我都覺得非常的 為台灣的人民揪心 為台灣的人民感到憂慮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古憂 可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 除了在這邊罵一下之外 那一些不要臉的官員 賴著不走 你又讓他怎麼辦 今天早上 我又看了一遍 我又看了一遍路由寫的詩 告這個士兒 死去 原之萬事秋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元日 佳祭勿忘告乃公 我認為啊台灣這個疫情的事情 我認為無解 只有 我的朋友說的靠媽祖保佑 靠神佛保佑 其他無解 因為你看官員就是擺爛嘛 他不為人民服務嘛 人家南京的路口機場 那件事情 大陸為什麼 大陸為什麼那麼兇啊 他的政府為什麼那麼兇啊 必須兇 因為要為人民服務 因為要把經濟搞好 所以南京他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那麼快就把他控制住 一個月的時間就把Delta病毒控制住 因為大陸的觀念是對於病毒 零容忍 不能有任何的一點點差錯 然後他對於官員有任何的散失的 我不管你是專業的散失 還是你行政的失誤 雷厲風行 查辦到底 滾蛋就滾蛋 照大陸的標準 台灣陳時中這些人的烏紗帽 不曉得已經掉了30頂以上 大陸你不行 我就把你烏紗帽摘掉 黨的職務 我把你開除掉 正的職務我也把你開掉 我就讓你永不入用的意思 那再加上他封城的時候 封得徹徹底底 我不跟你講情面 其實我的朋友告訴我 大陸的人是非常不好管的 你不要以為說你台灣很自由 人家大陸不自由錯 大陸比台灣更自由 自由的一個相對就是鬆散散慢 可是呢 大陸就是嚴管 我管你什麼自由 我有疫情 對於國家民族 對於人民 眾多的人民有影響的時候 我就是嚴管 我就是封城就封到底 我不准出不准進 所以人家把他控制住了 你台灣 你想想看第二類 台灣最莫名其妙 就是疫苗的分類 分了十幾類 十類 十幾類 這搞什麼鬼 就是在資深特權 第二類的人居然可以 膨脹到二十幾萬 然後呢三四百萬的人在等第二劑 什麼玩意兒 想到這邊非常神奇 不好意思 老師今天來火了 但接下來這個事情 可能讓老師更來火了 他剛剛講到韓國 韓國呢其實跟大家更新一下 最新的一個狀況 先前派了代表團 據美國不是催疫苗嗎 結果呢真的耶 5、6號的時候 他們就總共收到了381萬劑 昨天晚上呢 又到獲了139.3萬劑 短短兩個星期 他們就收到了815.2萬劑 好 除此之外呢 說在BNT的部分 他們也有買 他們買了342.8萬劑 預計呢說今天 也會抵達韓國的 仁川國際競場 好 聽到這邊是不是 很多人心裡頭 會覺得有一點唏噓了呢 好 其實我們在講說 在台灣目前的這個選舉 在今天的這個時程來講呢 我們在今天 中國的國民黨他們選主席 今天要召開中常會 那這四個候選人呢 他們都會來到中常會這邊 來跟他們的中常委 報告他們的政見 好 當然也會接受 中常委們的提問 那同一時間呢 其實兩岸問題會是 在這場會上頭 大家很在意的 特別是呢 在這個星期 我們發現了對岸的熱搜 出現了跟台灣政壇有關的字 是張亞中呢 他在第一場的電視辯論會上頭 提到了這麼一句話 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兩岸的網友 其實對這句話都很有感 但是呢這個有感 台灣人的部分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講 哎 講的真是好 因為呢這樣的認知 我們其實可以從 在最新的這個 東升一體組隊的一個民調當中 也看得出來 因為最新的一個民調就說了 在台灣有49.6%的人 是傾向於兩岸維持現狀 同時呢有52.7%是過半的人喔 他們認為 未來兩岸如果爆發軍事衝突的話 拜登會派兵來協防台灣 來現在時間58分 我們請老師很快速來幫我們點評 我想我細說了就不談 談到國民黨的選舉 如果國民黨未來的選舉的當選人 還是跟過去一樣拿相跟敗 那你跟大綠小綠有什麼不同呢 你只不過是小小綠而已 我認為當國民黨的主席 就是堂堂正正認同中國人 拍胸脯像我就是拍胸脯我到走到哪裡去 我走到台獨地方去我也一樣 我是中國人我以當中國人為榮 你如果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你還不敢認中國人化 你是什麼中國國民黨主席啊 而且認同中國人 以當中國人為榮 有什麼不對 當中國人有這麼丟臉嗎 你想想看 我們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而且現在中國和平崛起 我要說 從鄭和下西洋 六百年前的時代 在一直到現在中國 現在是最繁榮昌盛的時候 中國現在是新的漢唐盛世 在這個時候 我剛剛也說了 朱雲翰博士 他說台灣現在 大陸現在的科學研究報告 已經領先了美國 在很多地方 我們都是世界第一 當中國人有什麼不光榮呢 那如果國民黨的主席 自己本身都閃閃躲躲的 不能在國家認同上面 走中國人的道路的話 你當選黨主席 甚至於你當選的台灣的領導人 你又怎麼樣 還不是大綠小綠一樣 你對於國家民族 對於台灣這塊土地 有什麼幫助 對於服務人民 你能夠會起到 什麼樣的一個作用 我覺得如果這一點 沒有弄清楚的話 我認為任何人選上主席 都是枉然 就算你執政也沒有用 是 今天呢要非常謝謝 我們王光老師再一次 來歷領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他呢 代表我們這點評了 其實從國際之間中美關係 然後來到最後在疫情 還有在台灣的這個黨主席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部分呢 都有很多的點評 今天謝謝王光老師 來我們節目裡頭 好 感謝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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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席